台北市精美女中拔河队近9年来 可说在国内外各大比赛所向披靡 已经夺得了34座冠军奖座 成了家喻户晓的台湾之光 但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这群女孩大多来自单亲或是清寒家庭 对她们来说 拔河就是一条能顺利升学 迈向脱贫之路 因此她们几乎全年无休 天天要做6到8个小时的训练 令到双手流血布满了后剪 也不愿意放弃 这群女孩相互支持 用生命拔河的故事 最近还登上大荧幕 记录了她们的荣耀和梦想 在荣耀背后 其实却也是梦想跟残酷现实的拔河 因为在离开校园之后 拔河这项专长 还能够让这群金牌女孩 在就业路上也闪闪发光吗 大概十一点半左右 就会到贾仙国小 那我们会先到贾仙大桥 做一个合影 拔河队的天朝廷 开心欢喜的欢迎你 欢迎欢迎 我们欢迎你 拔河队的大姐姐 欢迎你们到贾仙来 十年来集美女中拔河队 靠着志气与努力 换取国内外34个冠军奖座 成为世界冠军 一条麻绳 将这群女孩成为台湾之光 但真实人生里的志气 能够换取什么 寒假的校园 没有想象中的宁静 早上来的话 就是先跑五圈 做完操 先拉个人的把合肌 就是调整自己的姿势 拉轮炭的话 就是练自己的动作 然后练动作比较不会那么大 也比较简单一点 他是队长黄怡景 从国小就参加拔河队 将拔河视为终身职 最后如愿进入年年夺冠的 景美女中拔河队 成了体保生 但也有人从未接触过 就学校体育的老师 找我问我 因为他那时候看到我身材还不错 就高高 然后就撞我 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然后我一开始听到就 哇 名校耶 而且又拔河队这么厉害 校图名校可能是部分女孩 选择成为体保生的原因 因为熬过三年 就是名校毕业 但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想到 原来拔河好苦 室外拔河侧身与迷命搏斗 要找到最佳失利点 女孩借由拔河鞋底的铁片 奋力砍土 难免会伤到脚踝 更别说死命屋握住麻绳的那双手 你要来报考的时候 你有跟你父母讲过吗 有讲过 其实他们还蛮反对 因为变这个爸妈说太辛苦 然后又手又要变很粗啊 教授你这样手变成这样子 你妈妈不会心疼吗 嗯 不敢给妈妈看 他们笑说锦美拔河队的美 代表着伤痕的美 才会被演艺界看上 把这美搬上大一幕 咸咸泪水是伤口愈合 让自己成长 腰部的破皮和手上的厚减 象征着他们的耐力与努力 没什么可怕的 但他们最怕的是 现实生活中的大魔王 双咸泪水是伤口愈合 双咸泪水是伤口愈合 盖下来啦 双咸泪水是伤口愈合 每次练习我手都很痛 然后就没办法握好 栽放就快到底了 盖下来 盖下来啦 修尉离开 修尉离开 每天都会哭 因为拉不好 然后就会一直哭 练那么久不知道 进攻防守该哪方向吗 不知道吗 他在做什么 都倒了你还转正吗 大魔王名叫郭生 女孩们管他叫郭老 郭老很严 而且有大忌 就是不准谈恋爱 通常能够接受法和的选手 都是一些比较轻寒的 单亲的或是弱势的小孩子 承受的能力会比较好 相对他们成就也比较高 那他们家长 把他们教到我们学校来 就希望他们的生活作息 能够增长 我也不知道十六七岁 到底是否适合谈恋爱 那我只能看我们两个高中市 高中阶段 我对他们是不准谈恋爱的 如果你要谈恋爱就离开了 与恋爱绝缘 要好好读书 好好训练 因为这是提保生的责任 郭老还规定 大家要好好吃 用力吃 上菜了 我们二天要吃四餐 早餐 中餐 晚餐 还有宵夜 一天四餐 加上吃不完的临时点心 饮料 这个规定有点无厘头 有点无视女生爱美的心理 但对郭老来说 是不得已 因为国际比赛规定 八位选手总体重 分别得达五百以及五百四十公斤 那我都希望他们能够 在比赛前能够达到五百二跟五百六重量 然后再过棒当天减下来五百分五百四 所以体重的部分限制是 其实对亚洲人赛蛮不合理 但是国际比赛就要如此限制 六五点八 八一二 六五九 饭吃爆多训练过操 拔河生活在外人看来 是地狱般的存在 但这群小吉妹 却对这个很严格的教练 没有一丝丝怨言 很严格啊 因为严师出高途嘛 像受伤的他就会关心我 像爸爸也就是都关爱我们 那要关心我们 我觉得乃一家就不凶 而且因为有他 所以金美宁中拔河队 才有这样的成绩 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流的选手 他们不是在全国比赛后的成绩而已 更希望他们在国际赛 也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所以你要把他们当成 不是六十七岁的小女生 好事过在代表队 我开始都能够成绩 来高中生乖机的来 大概最重要的任務 挑戰他們 剛拿到試運會代表權 試試看這陣子練習的效果怎樣 成果怎樣 加油 一 三 二 打緊 三 三 被小景美對抗的 正是已經畢業的老景美 他們曾代表學校出國比賽拿金牌 回顧這場驚險的冠軍決賽 以中國的最後一戰倒數時間一到 幾美女中拔河隊 確定為台灣奪下世界冠軍 那一瞬間裁判催我們贏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真的假的 然後就整個跳起來 然後就很開心 世界冠軍回來了 小女生們一下車 親勇立刻出帳前緊緊擁抱 全校師生更是夾到歡迎 跟他尖叫 當下覺得很酷 然後回台灣的時候 大家就看我們的眼光就是不一樣 然後家裡的人就是越來越支持 世界冠軍這個頭銜 所帶來的轉變 讓阿摩斯塔納迪馬 第一次強烈感受到 選擇拔河這條路是對的 努力終有回饋 因此在飽受大學後 也離不開景美女中 上台灣示範大學之後 還是會陸續回來這邊練習 延續到拔河的生命 讓他們也掙取更多的 國際賽的機會 要延續拔河榮耀 身為老景美的他們 有傳承技術的使命 還打算為台灣 奪下更多冠軍 景美女中儼然成為 拔河人才培養妳 只是在奪冠之後 這群體寶生 卻有個不得不面對的 現實問題 學姐好久不見 現在好久不見 學姐 阿摩斯 你怎麼越來越黑 要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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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姐 這三個是新來的小高一 趕快跟學姐問好 快點 學姐好 學妹 學妹你們好 你們看看有沒有你們喜歡的 適合你們的 就這樣聊 學姐可以送給你們 幹嘛的 剛剛我看這個還蠻適合妳的 你 不怕 沒有怕 沒有怕 沒關係 你們去看一下 沒關係 下次再聊天 好 下次再聊天 好 拜拜 再見 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只好擺地攤 電影呈現的情況有點殘酷 卻很現實 拔河能夠成為他們未來 謀直的生存技能嗎 其實這問題 每次想的時候就覺得很煩 因為真的沒有想過 然後覺得以後如果真的畢業的話 其實還滿害怕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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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你多麼努力練習精益求精 無論你為台灣贏了多少冠軍杯 這群拔河精英畢業後仍得找份工作 還可能是跟拔河無關的工作 先從本科吧 因為像有學姐她是可能去健身房 或是運動行銷公司之類的 然後如果本科找不到的話 再從很一般的 可能就是什麼餐飲店那種 就是很普通的去找工作 希望你能夠找到一個跟持育有關的工作嗎 這樣是最好的 唯一沒有嗎 沒有的話那就 那就再多花時間再充實自己 然後再學另外一個長項吧 我希望以後也是可以走教練的工作 或是教練 我好像沒有辦法耶 我沒有這麼厲害 對啊 怎麼辦啊 聽天由命囉 那馬總統你告訴我怎麼辦 不可以錄下來 聽天由命也許是玩笑話 但看著女孩們一路成長的大人 捨不得讓他們聽天由命 我後來想到我們這些孩子 體能非常好 乃超哥合勇 等到他們師大畢業就過來念 軍校或警校的專科班 好 那這樣他們直接可以當基層的員警 或者是基層的這個我們的軍隊裡面服務 讓他們這樣的話就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因為這些孩子都是來自弱勢家庭 低收入戶原住民 這些小孩子的身世呢 我每次講起來自己都哽咽 校長悲從中來有因 因為目前軍校與警校拔河運動都不在保送項目中 因此女孩們不可能靠拔河找到工作 即使想要成為專任拔河教練 也不是想考就有資格 的確的確 非常擔心他們就業的這個區塊 專任教練資格的部分 也必須在今年世界運動會 每四年一次的世界運動會拿到冠軍 才要取得初級的專任教練資格 所以對他們來講都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即使拿到資格之後 需要專任教練的缺額也非常少 所以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多給我們協助 讓我們小孩子 讓運動選手在未來就業部分 能夠午後顧之憂 就算就算 30秒 30秒 拔河雖然很就是很不齊言 但是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 拔河是一個我想要證明我的能力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媒介 在那個團隊裡面我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一種向心力吧 可以為自己的生活 有多才多姿的回憶 辛苦之後你會拿到冠軍 我覺得會很有成就 熱情可以燃燒 但可以燃燒多久 國家可以協助 但可以協助多少 現實與夢想的拔河 正是一部電影一個報導後才要開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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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